今天新聞一開始 我們帶您關注 全台灣薪資王 沒有意外的落在新竹 年薪平均達到97萬 不過去年的實質薪資 竟然是5年來 首次出現了負成長 足跡處說是因為物價上漲 也就是說薪資被通膨給吃掉了 統計平均43K 有高達9成的上班族 不滿意現在的薪資 對準角度電磚下去 螺絲立馬固定 想要找好工作不容易 實質薪資甚至得退爐 我們的錢是不是都被通膨給吃掉了呢 因為根據最新統計 2021年的實質薪資 竟然倒退0.04% 而這也是5年來首見的負成長 足跡統書顯示 去年每人每個月平均薪資43K 年增1.93% 加上獎金加班費等 總薪來到55754元 足跡處解釋 去年物價指數漲幅太大 才會讓實質經常性薪資 略減0.04% 通膨真的吃掉薪資了 今後就是三級那時候整個就是 談好的案子 整個就是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泡水 然後就沒了 就差滿多的 落差大概 就像資料上講 大概就剩三成 這個展覽活動 已經自己接了 將近快五年 對 那我中間的 這段時間我都有去看過一些 平均的服務業啊 或者是銷售業的 平均行資 但就以北部來講的話 它平均都落在 三萬二 三萬三除幼 不得不兼職 就是因為很多人 連平均的43K都沒有 高達九成的上班族 不滿意現在的薪資待遇 闖下九年新高 情州更有八成五 產生離職的念頭 薪資呢 為什麼會覺得越來越薄 當然還是受到了通膨的影響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CPI指數 整個來到了2.8% 已經接近了 這個物價通膨的標準 所以相對來說 跟過去就算拿一樣的薪資 還是會覺得這個新台幣 越來越不好用 而現在全台薪資網也出爐了 同樣不在雙北 科學園區高科技光環加持 新竹市以年薪97.2萬 蟬聯冠軍 年增率高達2.5% 等於月薪就有8.1萬 其次是台北市86.3萬 差新竹超過10萬元 高物價時代 薪資就算漲一點點 上班族似乎也沒有什麼感覺 東四台新聞 彭德育 復義文台北報導 看盤中斷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